各位新浪乐居的网友,大家下午好,那么欢迎大家关注我们本场关于这个建筑防火的这样一期访谈,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晚上,也就是2月9号的21时许,北京市京广桥附近的央视新大楼的这个北配楼发生了火灾,那么在21点40分的时候,我们新浪乐居就已经在BBS上发出了消息,那么到22点03分的时候,我们新浪乐居发出了快讯,那么快讯 用图文的形式详细的追踪了昨天这场火灾的一些情况,那么当时地产大腕潘石屹也是非常及时的到达了现场,拍了很多的图片,发在了新浪的博客上,那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那么迅速就有报道称呢,这场火灾呢,可能是由于有一些内部人员违法违规的,燃放了烟花炮烛所导致的,那么这件事件过去之后,可能更多的人觉得这个建筑防火还有一些安全隐患的问题, 它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就因此呢,我们今天非常有幸的邀请到了周连集团五合国际总工办主任严玉民先生,到达我们这里来,为大家讨论,跟大家一起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袁总,您先和各位网友打一个招呼 各位网友,大家好 嗯,那年总,您好,那么我首先也是想问,可能各位网友都想问,这个事情出来第一时间,大家就想说,从咱们建筑的角度,或者是从这个,整个这个楼体的这个角度来讲,您觉得这次火灾,它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 会不会是我们建筑设计上存在一些什么问题,还是由建材方面的问题导致的,有一些诱因的这个元素在里面? 嗯,当然我也不清楚它里头为什么会这样把火点燃的,嗯,但是呢,据我判断,它不可能是因为设计,嗯,造成的,嗯,为什么呢? 咱们建筑设计呢,是非常严格的,嗯,而且要层层把关的,嗯,有建委的,嗯,把关,也有消防局的把关,最后还有验收,可能这个楼还没到验收阶段,嗯,但是呢,我估计可能是它在设备安装阶段,嗯,或者是在装修阶段,嗯,嗯,室内呢,聚集了一, 大批的包装物品,或者是一个建筑材料,是可燃的,嗯,由它引起的大火,对,所以说,其他的情况我不太清楚,嗯,我们也是看很多报道说,这个,呃,北配楼里面有大量的这个设备,被燃烧掉了,那么,呃,是不是这个,跟这个北配楼现在没有完全完工,也是有关系的呢? 对,嗯,因为这个建筑设计呢,它是,是,完工以后呢,它是一个完整的一个防火体系,嗯,如果你没完工呢,嗯,它的防火分区呢,就不可能完成,对,所以说,你的防火墙,防火门都没安上,嗯,如果说,你还在安装阶段,如果发生火灾,就容易串堂,也就是说,从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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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防火分区,串到另一个防火分区,也可能从这一层,串到另一层去,也就是说,呃,如果我们一般人在用眼睛来看的感觉,就是从里面向外烧,这个感觉,对,对,燃烧起来的话,对,对,嗯,如果说,火点在室内的话,嗯,它就有可能,嗯,嗯,烧,烧起好多层,嗯,也可能烧起,好多防火分区,嗯,如果说,咱们完工了,经过验收,合格了,嗯,它不光是有防火分区的, 嗯,分割,嗯,而且呢,还有,自动排链,自动灭火系统,如果着了火以后,火在报警系统,也会,也会,也会,嗯,马航就要,有反应的,对,一反应,就是,它的,自动灭火系统就会启动,嗯,所以说,也不会,发生这样的大火,也就是说,这场火灾,除了这个,跟放烟花有关以外,那么它的这个,自动的这个,防患措施,还没有完全到位, 这个建筑的,还没有完工,对,对,对,所以,是很大的一个有因,对吧,因为你的消防用水啊,什么的东西都没完备,嗯,所以说,你就是设了这场管道,自动灭火装置,但是它管道里头也没水,那系统还没开启,没开启,嗯,所以说,它也不容易灭火,它就容易延伸,嗯,燃烧也延伸,就容易,不可控制,我明白严总的意思,严总的意思就是说,现在不论是现在国家级的这种公共建筑也好,还是民宅也好,那么, 嗯,它都是在建筑设计上都是要有国家的标准的,也就是它,如果发生灾害,就是火灾或其他灾患的话,可能从设计角度来讲,问题不是很大,主要的问题是不是来源于它的这个,后期的装修,以及建材的选用,嗯,这方面呢,就会造成一些隐患呢, 那能不能谈一谈,如果是这种公共的建筑,那么,它会选用怎么样一种建材,或者用怎么样的一种装修材料,那么会避免这种火灾,或是这种渗漏,或其他的这种灾患的发生呢,嗯, 嗯,这国家规范都有明文的规定,嗯,所有的建材呢,特别是公共建筑,嗯,你的建材选用呢,必须是, 不染材料,或者是,难染材料,嗯,它发生各个部位,不一样,嗯,特别是吊顶材料,嗯,地面材料,嗯,跟墙体材料,嗯,这个东西呢,是必须用 不染材料,或者有些部分呢,可以用,难染材料,嗯,所谓难染材料,嗯,所谓难染材料呢,就是说, 非常难以,让它点着的,这种材料,就用难染材料,嗯,有些地方呢,像, 啊,窗帘呢,地毯呢,这个,这些材料都经过阻然处理的,嗯,它就是把它点掉了,它也就在很小的范围内,它有自息,嗯,也不会着,着起来,嗯,所以说我, 据我分析,它那个地方,也就是说,嗯,大楼里后着火,我估计可能是一些,因为设备安装的阶段,嗯,有很多的包装皮啊,什么东西啊,嗯,追击的呢, 那东西是可燃的,对,所以说容易,引起大火,嗯,那么,在建材的选用上,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所以说,在建,在我们设计过程中呢,它会严格按照,嗯,防火规范,嗯,进行,选材,嗯,在施工过程中呢, 也应该严格按照防火规范,进行,购买,这些防火材料,如果说你买了一些可燃材料,嗯,或者说易燃材料,嗯,就造成了一些,不安全的隐患在里面,嗯,所以说,希望,各个各个部门都要保管, 能举个例子,就是有哪些材料,嗯,这样,嗯,嗯,你想,咱们的石材,嗯,钢材,嗯, 这类的,这些,还有一些盐棉,嗯,矿棉,嗯,这都是,都是不燃材料,嗯, 嗯,你想,直面石膏板,嗯,这种呢,是,是,蓝燃材料,嗯,你像,木材啊,嗯,嗯, 还有咱们的,布匹啊,嗯,还有这些,不,不经过阻拦处理的,地毯啊,嗯,等等,这些都是可燃材料,嗯,所以说,在选用材料时候,一定要注意,嗯, 嗯,千万别买,那些,嗯,没经过阻拦处理的,嗯,嗯,放在室内,就是一个,安全硬化,嗯,嗯,那我不知道, 严总觉得,就是,国内的公共建筑在控制这个,呃,灾换上的这个设计,或者是建材选用上,和国际上的这个水准, 有没有一些差别,或有不足的地方,嗯,嗯,全世界都一样,嗯,你说标准都是一样,嗯,对, 原先的时候,咱们这个规范是越来越严格,嗯,原先的时候,可能放得松一点,嗯,现在是越来越严格,嗯,而且,都控制在每一个部位,哪个部位, 应该用什么材料,嗯,哪个部位,不能用什么材料,都有严格的规定,所以说,咱们的规范,制定的是非常严格的,就是, 咱们现在呢,就是,最担心的在哪呢,就是在,家装方面,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嗯, 嗯,家装呢,就是每家每户的自己装修,嗯,有的, 家装公司呢,也不,不太规范,嗯,选用的材料呢,都,大部分都是一些可燃材料,嗯, 也没有经过,阻然处理的那样材料,放在,家里面,就容易,产生隐患, 对,这个尹总也提到了,那么可能更多网友更关心的,就是,就是民窄, 也就是说,如果我在购房的过程中,啊,或我在看房子的过程中, 我选用什么样的检材,或我在水电过程中,我注意些什么,能够更好的,呃, 避免,这个火灾,或者是蜃漏等等的这种灾患的情况的发生呢,嗯,嗯, 一般呢,咱们,嗯,买的住宅,嗯,先勾的住宅,现在呢, 根据咱们那个防火规范要求呢,嗯,都达到了咱们设计要求, 也防火要求,嗯,但是在,咱们二次装修过程中呢,嗯, 就容易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打个比方来说,嗯,你掉顶呢, 现在大量用木材,嗯,做木龙骨,嗯,我认为这是不妥的, 嗯,应该用金刚龙骨石膏板,这样的材料,进行造点,嗯,嗯, 嗯,嗯,进行平化,也可以,你如果说局部用呢,用木材呢, 用木材呢,一定要刷防火涂料,在木材上要刷防火涂料, 这样呢,你才能避免它的着火迅速蔓延的积聚,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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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们现在很多房子买的时候都是精装修房,好,嗯,您觉得这个, 这个精装修过后,他们这个标准一定是, 经过国家的这个标准的验收的吗?就一定是符合国家标准的吗? 现在精装修啊,应该说是,按照国家规范来讲, 它是应该是达到国家标准的,但是,现在呢,精装修这一块呢, 在全国还没普及,所以说,里头还有很多漏洞,嗯,嗯, 现在也不能保证它,是完全符合国家规范的,嗯, 有些就是,就是因为,有些装修队伍,嗯,或者是家装的队伍, 它里边,为了自己省点钱, 参在里边,一些,科检材料在里边,嗯.当然了, 你说,呃,还有咱们的,电器的,嗯,特別是电线,嗯, 嗯,有的,咱们家装的,嗯,不穿管,嗯,如果说,短路了,嗯, 就造成一个,着火的引化,嗯,所以说,在家装的时候, 一定要穿管,而且呢,线路呢,最好是一路线穿银杆管,不要多路线都穿在银杆管里面去,这样最容易发生火灾,短路的时候容易发生火灾,再一个呢,你就是坏了以后呢,也不容易维修,也不容易找到。 那么是不是在水电改造过程中也要注意很多东西? 对呀,在水电改造过程中,特别是你像咱们水,水一定要防止潜漏,要刷防水涂料,或者是防水剪裁,在卫生间,特别是在卫生间跟厨房,这样你才能保证你的水不潜漏。 其他的部位呢,是没有,规范厂没有要求,但是呢,厨房跟厨房是有规定的,是必须要刷,进行防水处理的。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可能就是比如说在512大地震过后,我们会很关注说哪些建筑是最抗震的,那么可能在这次火灾过后,我们会关注哪些建筑是最防火和防隐患的,那么您能不能说,哪一些建筑,或者是用哪种建材的建筑,或哪一类的建筑,它是最防火,或者是最防隐患,最安全的,不论是弓箭,还是这个民宅。 你这个问题呢,怎么回答呢,所有的建筑,只要是按照国家规范设计的,而且是按照国家规范,施工的,都应该是满足要求的。 按理说,最防火的应该是框架解密墙节奏,它是最防火的。 这个可能,框架的,纯框架的,不太防火,因为它框架结构呢,也不抗战,也不,抗战性能也不好,不能说不抗战,抗战性能也不好,是抗火性能也不好,如果说,某一根柱子烧的不行了,它就容易坍塌,嗯。 因为,简立墙结构呢,它的刚度特别好。 我知道简立墙结构是很抗震的。 对,是吧? 也很抗火。 哦。 它这个东西是这样的,这都是相对的。 嗯。 没有说绝对的东西。 你那大火,你像911事件那个大火,它那火,它那大楼也是很抗火的。 对。 对吧? 但是它创造的那个位置真好,就坍塌了。 而且呢,它那飞机汉油,满载的航空汽油。嗯。 是吧? 它那个火是不好扑面的,而且那么高,也够不着。 对。 一旦着火,咱们一般的电都断了。嗯。 电断了,它一个硬系电源,就是让你上面逃的。 所以说,你像它那个东西,几,几分钟,或者十几分钟,就把那个钢铁都收化了。 它就上面就塌下来了。 上面塌下来,就把底下撒,全撒它了。 所以说,它创造的那个位置,它都经过计算。 嗯。 我是想问问您。